而在农业建设的部分 瑞瑟湘赫钢文丹佑专区是长年以来灌溉用水不足的问题 在今年终于渴望获得解决 先入农业处在今天下午就召开了说明会 在赫钢亲自主持会议的处长陈淑文表示 只要是农民依规定提出申请 三人共用而且用地也没有问题 将会全额补助建置蓄水池 在干旱季节能够解燃眉之急 受到地形再加上极端气候的影响 瑞瑟湘赫钢文丹佑专区 长年以来灌溉用水不足的问题就更加明显 县政府水保局等单位也高度重视 为请专家进行调查解套 也可以有一个蓄水池 那这样子的话 一个是洗水池跟蓄水池 加起来的水量如果能够达到几十吨或者是一百吨 那这样子就可以大家就可以定期 在灌溉水源不稳定的条件之下 调查报告中也指出设置水藏或蓄水池的方式来解决燃眉之急 县政府农业处有听到今天下午在赫钢村召开说明会 提出蓄水池全额补助建置的计划 最好是接近因为你们管线未来是你们自己做处理 那农业处这边只帮你们做这一颗本体 那还有一年的保固 现在卡在相公所 它是实际算起来是41.75 所以我必须要到回到国产水去 变更那个是0.75的这个面积 这个会不会太 这个跟您说一下 这个是罗产水那边的问题 没有是这边申请蓄水池有问题 不是国产水已经同意了 同意41平方公尺 那现在要申请蓄水池 是我们这里没办法同意 41跟41.75 这个是有差一点点 所以这个你们可能要跟公所 这个可以协调一下 农民部罗头目以及县议员林玉芬 乡民代表对补助计划高度关注 提出许多意见 与县府农业处相关客室主管 共同讨论 处长陈淑文也进一步强调 只要农民一规定提出申请 县政府也将会全额协助建制 希望在干旱季节 能解决农用水不足的问题 那其实市长 关心那也跟大家做沟通 那也跟农友呼吁 如果大家确认说 大家用水方面的问题 也严重的话 可以到农业处那边 来申请蓄水池的新建 那其实不管是农业处 或者是我们中央单位 像是水宝局 还有农水属 都有相关的进度 会提供补助 那农业处这边的话呢 我们是有一个 三步以上的使用 然后还有相关的条件 那通过我们的条件 选和之后是 全额用县政府来支付来清建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需求 或者是问题 都可以跟农业处来做联系 除了县政府这一项补助计划 另外包括农水属 以及水宝局 也都有相关补助措施 县政府鼓励农民双管旗下 农业处长陈淑文 也进一步表示 县政府全额建制 农用蓄水池计划 只要符合规定 全年皆可申请 让农民有水可灌溉生产 记得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ann赛不论